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制作第208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一样第一步把我们要使用到的完成档垫在下方 把它上锁,我们在上面另开一个新增一个图层 那我们在这个新图层来绘制 首先第一步它要求我们用125200点一下 125200绘制出一个这样的形状 再来35020 35020 好,绘制出这样的形状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它制作成叶子的造型 好,所以我们可以 用增加锚点 在这里新增,新增,节点 好,那正中间的这一个点 把它往上拉 好,然后正中间的这一个点 好,可以把它改成尖的 好,转换锚点工具 点一下,它就变成尖的 上方这一个也是点一下 它就变成尖的形状 好,那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继续来操作它 例如这两个 把它缩小一点 好,那它的颜色呢 应该是一个绿色的颜色 它说要套用的是Tree 颜色群组的颜色 它给了你一个颜色群组 好,那我们来套用相关的颜色 那,假如时间够多的话 你可以做更细致的调整 让它的造型更像 好,那另外一个呢 好,这一个 要做成树枝相关的造型 一样我把多的点删掉 把这个点删掉 然后这个点 我把它 往内缩 好,然后这个点改成尖的点 好,圆转尖,尖转圆 好,我们都是用这个工具 然后它的颜色 应该是这个颜色 好,这两个呢 分别要制作一些不太一样的树叶 其中一个要做成散落笔刷 一个要做成线条图笔刷 好,所以我们把笔刷面板打开 好,选了这一个要做成散落笔刷 所以新增散落笔刷 按确定以后 好,它基本上都要改成随机 好,然后颜色是色相微调 好,那它的尺寸的部分 好,我现在可以先 做一个大概 等一下还可以回头再调整 基本上大约是10到15左右 好,它的尺寸差不多10到15 好,然后间距呢 差不多10到30 好,散落 好,旋转 好,旋转其实就是在 嗯 180度内旋转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选色相微调 按确定 好,我新增了一支笔刷在这里 好,那我在新的图层里头 我要来绘制 好,这个树叶的部分 好,那你可以画看看 看效果好不好 好,那 好,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们画出来的效果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 好 那,也可以再用吸管 再换另外一个颜色 因为我刚刚有选色相微调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选另外一支笔刷 好 再画 可以看到 基本上 这个树叶大致上是这个样子的效果 好 那我们可以依照它给的颜色 多多的来 做一点点颜色上的变化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制作好的散落笔刷 那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叫做 这个线条图笔刷 那我们一样从这里新增 线条图笔刷 那这里比较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边要选成一比例缩放 一比例缩放 好 按确定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 利用这一支笔来绘制相关树干的部分 好 那我们下一步呢 它要求我们 呃 绘制树枝 好 那它是先在面板新增一个TreeBody的图层 TreeBody 它有要求我们 我们就照着它的要求来命名 好 那 呃 其实包含像刚刚的笔刷 它也有要求我们命名 所以 你可以看到 这个笔刷 我点两下 它要求我命名的叫Leave L-E-A-F 所以我们就把它命名起来 好 这一个 它要求我们命名为Branch B-R-A-N-C-H 好 那我们就把它命名起来 好 那它要求我们在一个新的图层 叫TreeBody的图层里头 画一个 一三五的五边形 所以 多边形工具 点一下 一三五 五边形 确定 那它是这个树干色 没有边线的笔画 好 那我们 呃 观察一下下方 好 那我们把 把它树干移到 好 这个位置 基本上呢 它是要 把下面这两个点 拉到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开始来画这些树枝 那这些树枝怎么画 呃 这些树枝就是采用 刚刚的这一支笔刷 好 注意哦 我刚才这个树干 不要套用到这个笔刷 所以把它笔刷移出 我现在要开始来画 呃 所以先点一下 好 我要来画这个的部分呢 要怎么绘制呢 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选了这个颜色 啊 然后这一支笔刷 啊 然后我需要呃 绘制的粗细是 2PT 哦 那我画给大家看 那画出来的效果 哦 基本上是 这个样子的 哦 有看到吗 哦 所以2PT 画出来的是这样 哦 所以 我尽量 把一些比较粗的 就先把它画下来 哦 好 那这个 呃 除了这几支之外呢 啊 我同时 啊 也可以有一些 1PT的 啊 笔刷 啊 例如 我现在再选1PT 这几支 好 那也可以再给它0.5pt的笔刷 那我们把底图关掉 会看比较清楚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好 所以这个就是 你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在这边 依照我们的需求来绘制 这些树干 然后不同的粗细 这些粗细 这些粗细基本上 大约就是从 2 1 0.5 来绘制这些 相关的树干 好 那这个树干的部分呢 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大致上把这个树干 3Body画完了 那我可以全选所有这个树干的部分 那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必须把这个现在是线条 我把它扩充外观让它变色快 你可以看到扩充外观基本上跟展开是一个很像的效果 扩充外观以后 我就可以把它全部加起来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 它就变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树干树枝这样子的效果 那它跟我们下方的这个树干呢 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你可以看到它的树干是比较多凹凸凸的效果 那这些凹凸凸凸的效果怎么做呢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采用 你从这里工具选项里头 我们来找一下 它应该有几个工具 叫弯曲工具 你可以看到 这弯曲工具呢 它就可以 针对你这个树枝 开始来做微调 那你可以看到经过微调以后 你的树干就不会那么的平整这样子 它就可以有一些凹凸凸不同的一个变化 那你假如希望它变化更丰富 那我可以这个弯曲工具快点两下 把笔画调小一点点 宽高调小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笔变比较小 我又可以调更细微的凹凸变化 我又可以调更细微的凹凸变化 应该在叶子 新增一个图层名为leafs 调整leafs的笔刷树枝 做出四色的树叶 形成的树冠 你可以看到 所以这里它叫我们新增的这个图层叫做leafs 那这个新增的图层应该在treebody的上方 把它往上拉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效果是这个样子 那它希望我们用四个颜色的叶子 有没有 它给我们四个颜色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四个颜色的叶子 记得用的笔刷 我们用笔刷工具都是用笔画这边 所以笔画 那这里选笔刷 这里选你要用的颜色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绘制 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这样子完成了 这个树叶还有树干的部分 下一步呢 它要求我们绘制这个背景 三层远山还有的这个太阳的部分 好所以我们要新增一个图层叫BG 好其他上面的两个图层我把它上锁 好甚至眼睛可以先关掉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BG的这一个图层 我可以用钢笔工具 好来绘制这个圆山 好我们把它封闭起来 好只是一层 吸管吸一下这个颜色 再来有一层是 这个比较浅的蓝色 描错了 好 好 一样 那它的颜色应该是这个颜色 往下送 放到后面去 好 还有一层是 这个颜色的远山 好 这个远山的颜色是 这个颜色 好 我们一样 把它送到这个图层的最下方 好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 我们已经快要做完了 我们剩下来的是 太阳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它太阳的部分怎么制作呢 好 好 刚刚还有一个底色 是整个这个形状 好 然后是这个 这个颜色 好 这个也是送到最下面 好 接下来我要绘制这个太阳的部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太阳 我照苗 好 那这个太阳的颜色 应该是 这个 它有给我们的这个咖啡色 好 那太阳 好 除了这个咖啡色之外 还有一层 好 它说是要调透明度 好 这一层是最大层的 这一层 基本上应该是 百分之三十 好 所以 它应该是这个样子 好 这里 到这里 到这里 中间 要渐成两层出来 所以我们用渐变工具 快点两下 指定 接数 中间有两接 点一下 点一下 哦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选不到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 我现在这个半透明的 这个已经盖在上面 所以 它应该往下送一层 这样我点得到它 我才有办法做渐变工具 这里 到这里渐变 OK 好 把它拉到这个位置 好 我们已经完成了 把最后整个 这个底图加上来 把我们 参考的这个图层 把它删掉 好 我们已经完成了 这一题的相关制作 好 谢谢观看